150 東方日報 蚊丁人三要素 氣味視像熱力 2015年7月18日國際A32 本部綜合報導 夏天除了為大地帶來嚴熱天氣 更是蚊子吸食人血的旺貴 過去一直認為 蚊子是因為被的咬目標的氣味吸人 但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學家的甘心最新的研究發現 除了氣味外 視盡及益力也是影響蚊子尋找的咬目標的因素 被蚊子的咬實在令人討厭 互聯網圖片 證明不限於氣味研究員利用不同的風管進行實驗 首先注入模仿人類敷出的二氧化碳氣味 然後觀察一群機外蚊子的活動 一如所料 這些位於10至50米外的蚊子都被氣味吸人 研究完之後 在風管內畫上一個黑點 發現被二氧化碳氣味吸引的蚊子 會從5至15米外 飛到氣味附近的黑點上 在第三部分實驗中 研究員在風管的玻璃圖上 可調節溫度的物料 發現當溫度調節至於人類正常體溫 相約的攝氏37度時 位於1米範圍內的蚊子便會飛到玻璃上 研究員根據這一系列的實驗結果 認為這種特別技能 確保蚊子不會找錯石頭或植物等無血可吸的的咬目標 避免浪費時間 研究員指出 這是手道解開氣味 視像與熱力這三種因素對蚊子吸血的作用 有關研究刊登於昨日出版的當代生物學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